各位听众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NITS Radio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由NITS Radio与台湾大学社科院风险社会与政策研究中心共同企划 杨明 陈伟 直播的观点会课室 全球NIT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锁定观点会课室 这个节目是由台大风险中心跟我们所共同制播的 我是陈伟 在今天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呢 其实听众朋友相信我们已经切身可感 台湾又进入了空污的旺季了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要跟大家谈一谈的 这个是老话题 但是当然是最关键重要的话题 因为这是所有公共议题里面 非常少数不是身外之物的议题 因为呼吸进去的空气嘛 所以我为各位介绍现在坐在我们录音室里面的 他是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他同时也在台大的大气科学系 以及公卫学院的环境卫生所都有授课 他是龙世俊 龙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龙老师我们知道您的团队在台湾是相当早的时候 就很有系统的在研究烧香 也就是拜拜 拜拜这个动作这个行为 对民众的PM2.5的曝显浓度 所造成健康上面影响的团队 所以我第一个要请教 就是我们常常看到许多您的这个公开发言里面 会谈到一个东西叫做曝显浓度 请问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样被计算出来的 而且那个数值它反映在对健康的影响性 我们又可以怎么样连结 好 其实曝显浓度呢 白话一点来讲 就是我们鼻子前的浓度 基本上就是我们会吸进去的浓度 因为会吸进去才会影响到我们的人体健康 我为什么要强调曝显浓度呢 因为这个跟环保署所测出来的 空气污染浓度值是有所差异的 因为环保署它的测站 最主要是要来测整个大环境 譬如说是一个城市 它的一个大致上的一个环境品质 一个空气品质 所以它会把这个测站 测在三层楼高的地方 它不会接近任何的污染源 所以它是一个测一个城市 一个污染源排放出来之后 一个均匀混合之后的一个浓度 所以在三层楼高 10公尺以上 这个浓度呢 其实已经被稀释过了 那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呢 譬如说我们今天早上 如果骑机车来的话 你会接受到前一个车辆 所排放出来的废气 如果妈妈它炒菜 这个没有太搓油烟机的话 它其实也会受到这个 我们彼此前其实是很高的浓度 我们烧香拜拜的时候也是 我们其实是手上拿着香 我们彼此前的浓度其实是很高 那这个浓度呢 是环保署的这个测站的浓度测不到的 因为这些烧香或者是主菜 它所释放的浓度 在我们彼此前是很高的 然后就扩散了 就是被风吹散了 然后它就会低到这个比较低的浓度 所以环保署的这个浓度 是一个很好的 在告诉我们这个城市 譬如说是台北的空气品质 是不是有比去年好啊 那我们跟台中跟高雄比起来是怎么样啊 是在做这些比较用的 但是就保障人体健康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真正的要降低的 其实是彼此前的这个曝显浓度 因为这个是我们实际上吸进去 会影响到我们健康的这个浓度 那我几乎可以把曝显浓度把它视为是一个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就可以非常就在我们周围的个人的行为可能也都会产生的许多的PM2.5是这样 而不只是那种电厂啊 或是大公司啊的排费 是 我曾经是用一个 就是说这个污染源离我们的远近 我把它这个污染源区分成 一个是大环境的污染源 包括像这个远处的工厂啊 这个整个城市的交通 它所造成的是一个环境的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背景的 一个浓度 那所以这个背景的浓度呢是这个城整个城市的人都会被曝显到的 那但是在它之上 像我们经过这个社区里面如果说是有这个餐饮业 排油烟的餐饮业 或者是烧香的寺庙 我们经过它的门口的话 我们也会曝露到比较高的浓度 所以我们的城市的背景浓度之上还要再加上这个社区污染源 造成我们的增量浓度也要再加上来 它就因为你像蛋糕一样一层又一层 然后还有第三层 第三层确实就是 假设您还是吸烟的朋友的话 您可能就自己制造了很多PM2.5 自己吸进去了 那我们刚刚讲的是 像这个妈妈的煮菜炒菜 那还是为了全家的这个饮食嘛 或者是说我们传统上的烧香 都是有一个很虔诚的宗教意义在 但是像抽烟这些事情的话 其实是就是说自己制造了很多很高的一个PM2.5的浓度 让自己吸进去 那其实也给周围的人造成这个二手烟的这个铺路 所以它会是第三层的这个蛋糕 所以它会让这个曝显浓度更高 所以我们的曝显浓度可以分成三层 这三层是从离我们切身的远近 这个污染源造成的 远处的污染源第一层 社区的污染源第二层 自己造成的污染源是第三层 这三层都会造成我们的铺显浓度 是我们看到在大部分的这个公共政策里面 我们对于您刚刚所提到的第一层的这个污染源 其实都尽量的已经去 就是说去有非常大量的研究 同时也有很多的这种方法 还有工具以及公共政策会来因应来面对 来解决这一件事情 努力把它降低 可是我们觉得很有趣 当然到了第三层这个个人 比如说像吸烟 可是第二层这个我们真的是觉得 我啦 我觉得好棘手 因为我一想到这个信仰的传承 跟这个呼吸干净空气的愿望 我简直觉得是两难 更不要提到说像大部分的妇女 其实在这个煮饭的时候 如果抽油烟机没有开 也会对身体有影响 所以听众朋友 我要帮各位请照龙老师 第二层的这一种 这个由个人行为或社区污染源 所造成的这个空污 它的曝显浓度至于健康 它的危害会是很结构性的吗 会的 因为在这个整个 如果是一个大环境 像工业区或者是整个城市的汽机车 它造成的是我们平均曝露浓度的增高 可是在我们经过社区污染源 或者是我们自己抽烟 或者是煮菜所造成的话 是一个短时期之内 非常标高的一个顺时的一个 尖端浓浓度 它的特性确实是如此 所以它如果对于本身就是 比如说是气喘儿 就是它本身就有心肺疾病的人来讲 它也很容易去诱发 这样子的气喘的发生 而且这样子的尖端浓度 长期暴露下来 其实就是说长期被刺激下来 因为你是平缓地接触到平均浓度 可是有一个尖端浓度 然后过一阵子 又有一个尖端浓度 来一直刺激我们的肺 它事实上会对我们的肺 也会造成长期的影响 所以对于我们的 急性或者是健康的 急性或者是慢性的健康效应 事实上都会有影响 但是在老师的研究里面 如果说假设 在老师的研究里面 这个东西很难被预防吧 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那么难被预防 因为我们想象好像觉得 它就镶嵌在我们生活里面了 就是家里面有些人 甚至还有神坛 那个香都是24小时都要香烟缭绕的 那这几年台湾的这种 就是所谓的神明的初寻和过境 在过去几年看起来是相当的多 甚至有许多这个国外的媒体 把它视为是文化运动 还跑来取经 那更不要说现在就是这个 就是说妇女们 然后在家里面做菜的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从预防来谈 或者说从尽量把这个空污 对于健康的危害压到最小 假设她是生活中 其实是很常伴我们左右的 这个部分有哪些方法老师觉得 是我其实将近20年前就开始做这个 烧香方面的这个研究 那我的初衷呢 是非常的尊重这个传统的宗教习俗 那我的初衷就是希望说在尊重传统宗教习俗的同时 能够也同时保障我们的健康 我常常在这个演讲的时候都跟大家讲 这个其实我去好些个庙都做过研究 我去庙里做研究的时候呢 我都会先去拜这个庙的神明 然后我都会去拔杯 我都会去告诉这个神明说 我绝对不是来告诉大家说 不要去烧香 不要拜拜 没有绝对不是 我是非常希望大家在 在从事这个传统的拜拜 烧香的这个习俗的同时 那也能够保障自己的健康 包括说我们同样是拜香 可是在家里面你是开窗 拜香的时候是开窗还是关窗 我的研究就实际去测量开窗跟不开窗 它到底会对于曝显浓度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OK 是 那结果的话是开窗的情况之下 这个曝显浓度呢会降到七分之一 也就是说你不开窗的话 你的浓度会变成七倍 所以同样做的是这个烧香拜拜 背叉 背叉 对 同样是拜拜 我们还是可以拜拜 但是就是因为我发现 有很多老人家 他其实非常喜欢这个闻烧香的味道 而且呢 是 他会认为说拜拜的时候 是他跟神明沟通 非常虔诚沟通的一个时段 所以他不希望外面的噪音干扰 所以他都会把窗户关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家里的浓度就会比较高 但是如果说是在开窗的情况之下 浓度就会降到七分之一 是 我就把这个实际的数据 跟在公开演讲的时候 跟民众提 那所以民众呢 其实他们都很能接受 他们很愿意去改变他们的行为 所以我也把这个 我的想法呢 其实我在跟神明拜拜的时候 我其实也有跟他们 也跟神明报告 就是说我其实是 希望他们从事这些 也是在来庙里拜拜您 可是可能拜拜的时候 因为一般人并不晓得烧香会产生PN2.5 对健康造成影响 不太有造成 不太有连结的 所以拜拜的时候 如果说你这个手拜拜的时候 香稍微拿得离鼻子远一点 你离香炉 还是在香炉前面 但是离香炉稍微远一点 其实那个浓度都会降低一些 所以我就把这个 一些可以做的这些事情 也都跟神明或者是民众来沟通 其实民众都很愿意改变 他自己的自身行为来降低他的健康风险 而且很有趣的是 很有意义的就是说 其实我在跟神明这样沟通之后 然后我拜拜 问他说 他同意我在他这个庙里面做这个研究 我去了那么多个庙 二十多个庙 只有一个庙不太愿意 其他的真的神明都同意 所以我经过神明同意之后 我也会去跟庙里的负责的这个庙柱 或是同人去沟通 他们看我都已经问过神明 经过神明同意 所以他们也都会同意我在庙里做这样的研究 所以其实我们是非常尊重传统的信仰 那再一个的话 我想要提一点 就是说传统上 其实我们烧香呢 大家大概有听过一个就是 叫做穷算命负烧香的这个说法 就是说烧香其实是传统上 香脂是用非常金贵的中药材所制成的 所以它烧出来的这个PN2.5里面的成分呢 可能比就是说跟现在 目前呢我们这个香脂很多 都是用化学药剂来制作的 那个烧出来的成分是不一样的 所以传统上我们也没有 你知道吗 就是真的是也没有烧这么大量的香脂 传统上可能一支或顶多三支 就是非常虔诚 可是我们在跑这么多庙的时候 当年啊 十多年前我们跑庙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发现 有些会拿十几支 甚至二十支的这个香脂 那很可能就是说 可能是稍微多了一些 所以我在我的研究中 都尽量用科学的方法 去把这个数值算出来 我算出来说 一个香炉里面 多插一支香会对于 这个拜拜者的 曝显浓度会增高多少 我就把它量化出来 然后我也把这个 这些资讯呢 也给了当时的环保署的 空保处长啊等等的 那所以这也是演化到 他们后来去跟 很多宗教团体谈的时候 他们也实际上 第一个他们把我的经验 讲说 去问一下审明 说不定审明也同意啊 所以这个宗教团体 他也比较会接受 再一个的话 他也把一些实际上 可以操作的 包括像现在 后来环保署 一直在推行的 一炉一香 基本上 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 那所以在这个 政策推行的过程中 那我们也很高兴 我们当年的一些 科学数据的话 可以给环保署作为一些科学 一些政策 推行的一些科学基础 那现在 经过这些年的宣传 其实很多的宗教团体 他们也非常的认同 像中部的宗教团体呢 就邀请我去了好几次 就是在宣导这样子 一个比较健康的 可是仍然遵从 传统习俗的这样一个做法 那据我了解的话 现在好像全台的寺庙 也都愿意朝这个 一炉一香的方向再推行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蛮好的一个事情 所以您刚刚讲了 这个社区污染源 是不是很困难去推动 我觉得我们只要提供 合适的科学数据 然后很合适的 去跟民众沟通 把我们的初衷讲清楚 其实有了政策的 互相的配合 那民众的话 其实是很愿意改善他们的 改变他们的行为 然后来降低他们的健康奉献 是 我觉得老师的这个经验谈 其实是很宝贵的 首先听众朋友 这个台湾的每个村里 平均起来 这个是平均数值 所以代表有很多村里 是超越这个 平均起来大概会有三座的宫庙 这是每一个村里 在台湾 这个其实村庙是相当普遍的 那平常我们在讨论空污的 这个议题的时候 常常是把它锁定的 我们是看到这个平均浓度 但事实上今天 在节目里面的第一节 龙老师他跟我们分享的是 这个在生活中 其实有非常就在我们周围的 这一种 的这一种空污 而且这种空污的来源 可能是社区污染源 或个人 这个习惯性的 这个行为所产生的 可是老师谈到这个过程中 也其实不断强调说 您自己在做这个研究的过程中的心态 而除此之外 您也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面 跟就是台湾社会 大家在互动的时候 觉得好像这个烧香行为 即便会对于民众的 PM2.5的曝显浓度 其实会有尖端浓度 会有这种短时间飙高的这样可能性 但是它其实虽然它涉及到是一个很虔诚的信仰的一个仪式 但是您觉得台湾民众整体的接受度 其实也是还算有一定的程度的 只要给他们提出一个合适的 根据研究而来的数据这样 是的 而且我觉得是要提供 他们可以做的一些方法 包括像开窗啊 对 要提出一个方法 这个其实是他们可以做的 所以他们也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啊 所以他们就从自身做起 另外一个我也想提 就是说再强调一下 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分析PM2.5 我们也分析PM2.5里面 就是PM2.5有不同的成分嘛 那PM2.5有些成分是会致癌的 那在烧香的过程中产生的PM2.5呢 就会有某一些致癌的成分在 那我也是实际去分析了这些数据 所以我在这个演讲的时候 也会呈现给这个观众朋友 所以他们就想说 我如果说可以改善自真的行为 我就可以降低我的致癌风险 对他们来讲的话 他们觉得很受用 所以他们很愿意去改变自己的行为 这个数据能够谈一谈吗 因为听起来 首先这个老师的 听起来PM2.5 它其实是有分很多种的 有一些它相对对健康的 这个危害性没有那么高 没有那么强 但是如果烧香这个举动 它所造成的致癌风险 那个关联性 最后如果化成素质的话 大概是怎么样 其实这样就是说 很多的燃烧行为 应该是说PM2.5上面很多的成分 它可能的话有些是这种 所谓这个硫酸盐类 譬如说像这个工厂的 这个烧煤产生出来的柳酸 会造成柳酸盐类 它对我们的身体的那个刺激 最主要是急性刺激 那再来的话 还有一些是烧出来的话 是些有机的物质 像这个多环芳香厅 一类的有机物质 它是很多的本环 合在一起的这种的有机物质 那这一类的话 都是致癌性物质 我是实际在实验室里去分析 不同的香 然后它们的这个 致癌物质的成分 那这些 这些致癌物质的话 在国外啊国内外啊 做这些细胞实验 做这个动物实验 全部都有这个致癌性的 这些文献 其实是蛮多的 所以我们可以具体去算 它们的致癌风险 那可是这个致癌风险呢 其实就是跟我们的曝露浓度 是直接成曝显浓度 成正比的 因为曝显浓度越高的话 因为它这个多寒芳香厅的 毒性是一致的 是固定的了 那所以只要我们的曝显浓度高 那致癌风险就高 所以我后来就是 专门就针对曝显浓度去 很深入的去做 最主要是说 因为它和这个多寒芳香厅的 毒性是一致的嘛 所以最主要是我们 降低曝显浓度 我们就能够降低致癌风险 对 所以我 然后我呈现的最主要是 这个曝显浓度的这个数值 所以民众很容易就可以接受 就是我可以比较 好多个不同的情 好几个不同的情境 说这个 比如说刚刚讲说 开窗跟不开窗 你开窗的话 你的自来风险降了七分之一 那大家就说 我愿意开窗 是啊 而且其实这个最大的 要说最大的这个健康 可能会因此有受损的 恐怕是庙柱跟庙里的同仁 因为他们是24小时在那个里面 不像民众可能是在特定的时间 比如初一十五才过去 是 确实我在那个做研究的过程中 也发现 因为其实这个香炉 那个里面的香是定时要被轻走的 否则它会烧起来 所以我就发现 庙内的工作人员 它在清香炉的过程中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高曝露的 一个这样的高曝显的这个行为 因为它会曝显到很高的这个浓度 所以我也是建议这样子 庙内的工作人员的话 尽量戴口罩来做这样子清理的动作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可以降低他们的这个治癌风险 不过我们总的来说 老师您如何 这会长时间其实是在研究空污 并且用这个去取的许多 就是这个空污对健康的危害 您去把它做了许多科学性的研究 所以因此我们看到 在过去的这两年的时间里面 政府他们很努力的在推动 各式各样空污的防治还有阴影 我们看到在林全担任院长的时期 有14加N 那在赖院长的时期 我们完成了这个空污法的修订 对于这些的努力 您认为是不是有可能 可以让台湾可能更快的 把这个空污对健康风险 降到在比现在低更低 这个是一个可以说是合适的方向 或者是有效率的做法吗 您认为呢 是 我其实很高兴的看到 这个过去这两年 政府从上到下都很愿意 为这个降低空污 尽一份心力 各部会动起来 不再觉得就是环保署 你这个一个署可以做到 你自己去做的事 是的 因为以前的话 环保署虽然非常的努力 但是都会受到一些 这个客观条件的限制 譬如说 还是会认为说 经济发展比较重要 但是在过去两年 我想因为这个民众的要求 民众也觉得 我常也是这样 跟学生讲 就是我们经济发展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我们现在至少应该可以用 钱去买我们的健康了吧 所以我们 我们就是应该多花一些成本 去买我们的健康 是 所以那我觉得 过去几年 因为民意的要求 所以政府也有这样压力 所以环保署的话 其实在行政院 受到蛮多的支持 所以包括像交通部啊 我记得贺城部长 非常的支持 这个一些环保的政策 那这个经济部的工业局啦 等等的 因为他管很多工业区 他们也都动起来了 所以很愿意 为这个环保尽一份心力 所以目前环保署 他定了这个 一些这个 鸿害减半大作战的一个 一些很多的策略 其实的话 都已经是把台湾空屋的 最主要的几个面向 都考虑进去了 所以都跟各个部会合作 包括像交通部 经济部 农委会都有合作 然后各部会也很愿意出力 来拟定了不同的政策 来执行 所以我觉得在政府 整个的合力的推动之下的话 是非常有希望达成的 但是我这边也要提醒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过去二十年来 一直是会有 毕竟这个环保是需要成本的 所以它毕竟会是要产业界付出一些成本 所以仍然会受到一些 各方面来的压力 包括像大家可以看到 大卡车司机去抗议 或者是一些 这个有二行程机车的骑士 很不高兴 所以他也会去环保署抗议 或甚至一些工商团体 他也觉得增加他的成本 所以这些压力都还是会让 环保署在执行的过程中 会面临到很多的困难 那我们仍然很希望 就是说民众持续关心 这个PIN2.5降低 要这个努力减排的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大家不再关心的话 就有可能让目前同意合作的这些部会 包括像农委会交通部经济部 他们有可能受到其他方面的压力 他们可能在执行的层面上 就会没有那么认真 或者是没有那么落实 那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说 计划在那边 但是在落实的过程中 大家落实的不是那么确实 那就会让这个计划的成效大大减半 那如果说这个成效打折的话 就有可能达不到当初的预期 这个是大家现在目前比较担心的 所以最重要就是说 真的是要能够落实 那再一方面来讲 其实在过去环保署的努力之下 我们已经把很多的污染源有管控 然后有研究 但是像我刚刚所提到的一些社区污染源 其实环保署的管控力道还没有那么强 因为他会认为说这个比较牵扯到 比较比如说像餐饮业啦 这比较是比较小的一些经济体 那比如说当年的这个公庙啦 他也认为这个是跟民族有关 所以他仍然是比较是在劝导的方向在进行 他比较没有用比较强制的管制 或者是认知处罚的比较一个严厉的方式来进行 那我仍然要强调就是 我们在空气污染防治最重要的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保障我们的健康 那如果说我们在大环境的浓度 整个城市虽然说工业区的排放减少 整个城市的汽机车 的排放减少 可是如果说我们鼻子前面 这个社区污染源的 我们经过这个餐饮业 经过公庙 仍然有这样子的 很高的增量的话 我们其实还是没有办法达到 保障健康的这个作用 所以我会也会建议 这个环保署再进一步 针对这个社区污染源 还有一些像这个中南部 它有这个乱烧稻草 这些其实是很不容易找的 秋冬之际 对可是这也是一个社区污染源 因为就在他们社区里面发生 我们做了好些个 我们去二十几个 过去二十年 我们在二十几个社区都去做 很实地的测量 去看人的这个破浅浓度 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像中南部的民众 都会跟我们提到这个 这个烧稻草啊 或者是农费燃料这件事情 对他们造成很大的困扰 因为很多都是点了一把火 烧了就跑 是啊 所以这个非常难 那这个农业部门 它现在已经跟环保部门 有在配合 有在尽量在取替 在执行 但是在这方面的一些管控 很可能这个力道还是要加强 那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 环保署可以着力 但是未来可能还要再加强的 这样社区污染源的管控 这个部分的话 我是蛮期待环保署 能够再持续的这个努力的 是 好 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很感谢您收听 我们观点会客室 会客室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 是中研院环境变迁研究中心的 研究员龙世俊老师 我们在节目的尾声 其实要趁这个今天的这个机会 我们要进一步的来探讨一个议题 它可能不是这个季节性的 但是事实上在2018 是让许多台湾人也吓了一跳的 那个就是出于热 因为这个地球暖化的关系 热 然后极端天气 可能会那个热已经不是过去 大家对于这一个 我们所居住环境所理解的程度 已经热到一种 大家会开玩笑叫热到爆表 可是这个热真的会跟我们 对我们的健康有影响吗 那这个情况它的自关联性 如果透过科学的数据把它写出来 又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其实老师长期在做的是高温的热指数 他把这个我们的天气 对我们健康的危害 有用许多就是在台湾当地 我们这里的数据 而不是国外的研究的报告 就是用台湾自己的数据 他也做出了一些成果 老师高温热指数 对于台湾人健康的危害 这里面的指标 还有它会造成的危害 是什么程度啊 其实是大家大概都知道 今年的话气象局势 第一年有这个发布高温预警 那高温预警的话 目前的话只是用这个高温 温度来做一个指标 但是我们都晓得 就是其实湿度 比如说很湿 尤其台湾 都是高温高湿的环境 其实湿度也会造成我们的 这个热压力 人体的热压力 是 还有其实我们从小就知道 我们如果很热的话 在外面玩会躲到树荫底下 是 所以你有没有被太阳直晒 有没有这个太阳辐射 其实是会影响到 我们对热的这个感受 是我们生理上的这个 都有直接的反应 再来的话就是风 风大的时候 我们觉得很凉爽 比较舒服 所以像譬如说高雄 高雄虽然说是比较南边 可是有的时候 在同样的温度之下 高雄有风还比较舒服 台北是个盆地 没有风闷个半死 所以这个就是 所以风的话 也会影响到我们 对热的这个感受 是 而且这个我刚提到的 温度 湿度 是的 太阳辐射跟风速 这个四个不只是影响到 我们人体对于热的感受 而且它实际上会呈现在 我们的一些生理指标上面 会造成热压力 OK 所以在国外的话 已经六七十年前 就已经有用一个综合指标 我们就把它叫做高温热指数好了 这高温热指数的综合指标呢 就考量到温度湿度太阳辐射跟风速 四个重要的气象参数 那我觉得这个高温热指标 非常需要被引进台湾来 其实台湾的劳工界 就是这个劳工单位 已经在使用这个热指数 OK 它在全世界的 六七十年来 在全世界劳工单位 都采用这个高温热指数 只是当年的话 都是一直在 着重在劳工方面 是 那比较没有一般大众的资料 对 是 所以我就是 用这个高温热指数 第一个我在台湾 就是用台湾的资料来验证一下 这个高温热指数 适不适合用在台湾 能不能用台湾的气象参数 去转化出来 所以我在台湾 北中南好几个社区 实际上在社区里面做观测 然后去取得这高温热指数 同时的话 我们也用台湾的健保资料库 有做一些分析 你在看说 这个确实高温热指数 比较高的时候 它高过某一个预线值 它确实会对于健康 譬如说我们的死亡率会增高 我们的因为热危害的 这个救诊率跟急诊率 确实会增高 OK 所以我们就希望 把这些资料 能够提供给气象局 也希望它在下一个阶段 因为第一个阶段 已经是用温度来 这个发布一个预警 我们也蛮期待说 它在下一个阶段 能够使用这个高温热指数 来作为预警的一个指标 因为这个是会影响到 譬如说小学生 要不要在外面 做这个运动 像我们晨跑的民众 或者是晚上晚跑的民众 我不知道大家这两年 有没有看到这些消息 有些人晨跑都出了问题 因为早上的时候 像我自己做这个高温热指数 我就发现到 早上有的时候 七点的时候 那高温热指数已经很高了 OK 可能那天就不适合晨跑 我觉得这个都是 可以给运动的人 或者是一般民众 尤其是小学生的这个运动课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 所以我是蛮期待 第二个阶段 气象局的话 能够以这个高温热指标 能够来作为 发布高温预警的一个指标 是 这个是很重要的议题 因为其实 特别是当 您刚才提到的那些影响层面 那些层面 其实大家 做这件事 比如说孩子们上体育课 然后在大操场 户外的环境 或者是晨跑 玩跑 骑脚踏车的朋友们 他们会特别挑一个 他们觉得 在印象中比较不热 然后空气比较良好 不会有这个汽车已经开上路 他们要在一个很辛苦的 空气的环境里面去运动 但是如果在追求健康 却反而造成不健康 是 其实过去这两年 我也在台北市 环保区的支持之下 专门针对台北市 有做高温热危害的指标的一些分析 那我们实际上有在台北市的四个地区 来放置了这个气象检疫的观测站 然后转换成热指数 我们其实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热指数不一定是在我们原先印象中 以为是在下午两点一两点的时候 它有的时候是发生在早上十点 所以这个就是会变成 因为我以前听这个小学老师讲说 因为下午怕热 所以就是说下午就没有这个运动课 然后他们就是尽量是在早上运动 我们就发现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早上好 因为有的时候十点的时候已经太阳辐射非常大 因为台湾的夏天很有意思的是 台湾的夏天有云 所以下午的时候反而云会阻挡了太阳辐射 所以反而造成台湾的这个下午的时候 可能高温热指数并没有那么高 反而是早上的时候需要注意 那不过还好在这个高温最炎热的七八月 当然学校是放假的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 其实有些运动员 有些小学的运动员 他们其实是在这个时候还在训练 所以我觉得是还蛮值得 我们这边中研院的话 就是希望能够提供这个科学的数据 然后能够希望给政府单位做一些参考 那我们这次跟台北市环保区的这个合作 甚至还蛮愉快的 是而且这个其实是 所有全民都会需要的资讯 今天非常感谢中研院 环境变迁研究中心 他同时也是台大的大气科学系 以及台大公卫学院的环境卫生所的 在当中授课的老师 龙世俊龙老师接受我们专访 谢谢龙老师 谢谢大家 今天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在生活中不只有远在天边的空气污染 更有近在鼻前的PM2.5 这个可能是透过我们个人的行为 社区的行为就拿华人非常常见的一个动作 烧香拜拜来说 这个动作其实就会产生 是对个人的身体危害相当大的这个空污 但是呢 这个东西它的防治 不像是整个都市 整个乡村 整个环境的这一种君子 它的这个防治呢 不一定是靠政策 它这个防治 其实透过个人随手的小动作 就可以有所改变 再一次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这个节目是由台大风险社会中心 跟NITS Radio所共同直播的 我是陈伟 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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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